手机对着明信片AR帮忙上色 心理调牌水平也会跳出吉祥物 在台湾住饭店向到新加坡 但10月13号仍可以直接飞去 回来零加七免隔离 半年我们已经迎接了150万的旅客 那大多数的客源国都来自马来西亚 印度跟这个印尼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很多在旅游业的员工 已经招聘回来了 未来入境不用关三天 民众出国一员大增 两年多无法出国 从上周松绑预告后 旅行业者电话已被闷坏国人打爆 其中日本最好旅费当然涨最多 日本的整个需求超过50% 机票来说大约涨幅是在疫情之前的2到3成之间 那么涨幅最小的会是东南亚的市场 其中曼谷这个航线涨幅照疫情之前 大约的金额是在2000到3000之间 海外旅游涨幅以机票最多约三成 日本为例交通接驳和当地物价 也提高1到2成左右 旅行社摩拳擦掌雄师日韩东南亚美加商品 可以上架贩售 收入小旅行每人最低19900 比原本行程多了两成左右 11月底前报名还免费办护照 现审1800 可乐旅游也开卖海外团 自由行订房票券等商品 寄出海外自由行九折 冰岛极光玻璃屋 土耳其热气球最低23888 KK Day除了推出日韩机家酒 也推出12天11夜顶级随团深度导览 每人22万元起 欧美国家就是复苏的比较早 像是加州迪士尼乐园票券 都有大幅的订单 那我们也非常看好 就是正式结封之后的 就是出入境的旅游市场 过去一周海外旅游商品业绩 都相较前两周大涨 10月13号二街松榜日还没到 观光价格站已经开打 TVB新闻徐克善务宣同 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